以华东地区原住民族实验教育成果分享 11号在东华大学举行 探讨了疫情时代原住民族教育相关议题 饮食文化学生成果分享 还有教学实作及体验 期盼可以促使与会的人员 对原住民族的实验教育有更深入的理解 也创造更为聚焦、交流及多元对话的机会 提供相互参照学习的平台 东华大学原住民族学院 原住民族课程发展协作中心办理 以华东原住民族实验教育成果分享 11号在东华大学办理 例如空旗战利法院成功争取实验三法 并且推动原住民族地区办理 民族实验学校的法源基础案 包括通过12年国教法 修订确保聘用原住民教师三分之一的比例 争取中央政府教育资源原编列1.2% 提升到1.9% 实验教育对我们原住民的教育呢 非常的重要 也是纳入了我们教育体制的一环 教育的政策 这个是针对我们原住民教育 怎么样让我们的原住民的小朋友 能够学习到自己的传统文化 歌舞等等 还有我们的艺术雕刻等等 这个让我们小学生耳濡目染 当然还有包括语言文化这方面 那这个实验教育三法是当时我在教育委员会担任招委的时候 那个时候通过的 那另外呢就是我在当教育委员会招委的时候 大概在七年前 我们修改了原住民族教育法 我们的教育法就是把我们中央办理原住民教育的议算 从1.2%提升到了1.9%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这个1.9呢增加了0.7个百分点 那0.7个百分点呢 等于是给了我们教育部 增编他的议算 办理原住民的交易 大概增编的议算有将近 两三亿座左右 所以用这个议算呢 它可以推动原住民的语言文化 还有原住民的实验教育这方面 所以那个议算的提高 那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已经把那个原住民族教育法的那个议算 从1.2%提升到了1.9% 那第三个呢 就对于这个 我们现在的国科会 我们有成立一个学门 那个学门呢 就是针对原住民把原住民学门 当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研究学门 所以等于也是给了国科会 增加了一个学门 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央研究院 还是国科会 都有一个非常系统性的 原住民的一个研究的计划 对于我们的传统植物啊 还有这个 对于南岛民族的研究 还有我们原住民历史方面的 这个都有把他列入一个原住民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学门 在那个中央研究院 还有在国科会这样 所以这个我在这边特别跟大家讲我们的教育方面呢 不管是教育部还是研民会 还是中央研究院还是国科会 都已经非常重视我们原住民的这样一个学门在里面 地位广告表示期盼就有原住民主教育的回顾 以及前章探讨 建构学术界 与实物界的相互对话 认识原住民主教育的理念 激励更多人投入原住民教育 建立原住民主教育的独特属性 发展学术研究领域 以及教学引用的行动 记得就关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